大家好,欢迎观看中国野史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山海关之战的详情 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朱元璋驱除葫芦,恢复中华 自古德国之政者,莫过于名 吴汉唐之河青,吴两宋之遂壁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在很多具有黄汉思想的人看来 大明王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虽然文之武功,烧殉汉唐 但是在国格方面,狂甩历朝历代 对一个人而言,有骨气自然值得敬重 对一个国家而言,蒋国格也令人敬佩 但是当国格与现实,利益严重冲突时 还一味坚持国格,疏为不至 政治是一种斗争和妥协的游戏 相应的,政策也应该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 讲求刚柔相继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 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该软就得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刘邦与匈奴和亲,李世民向突厥纳贡 两宋交岁壁,大清签条约 实力不行的时候,交点前辅软 然后获得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是明智的做法 就崇祯皇帝而言,对农民军缴辅不定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 对东鲁一味硬顶,不敢妥协 结果两边都摆不平 等到局势无法收拾的时候 又不提前跑路 死守宗庙领寝 终于自挂歪脖子树 生死国灭,成为可叹 力排众议,难寻一次,做不到吗 大唐首都长安至少被攻陷过五次 每次皇帝都毫不犹豫地跑路 最后还不是打回来了 宋朝首都汴京沦陷 照够跑路,拉起一帮人马 不也保住了半壁江山 大清首都两次被洋人占领 咸丰慈禧光绪跑路 大清国不是也挺了过来 明末,北方虽然因天灾战乱废了 但是南方基本保存完好 将这一带依然是帝国最富庶的地方 古广一带堪称天下粮仓 南京还有留守政府 南中国还有大量军队 如果崇祯皇帝早做准备 迁都南京,未来的历史就另一番模样了 举个例子 当年蒙古大举公金 京兵抵挡不住 黄河以北遭蒙古骑兵反复蹂躏 金宣宗被迫跑路 将首都从中都迁往汴京 京军沿同关黄河一线 抵御蒙古大军南下 即使当时大金国天灾连年 朝政腐败,全臣乱政 期间还作死的进攻南宋 父被受敌 但大金国又扛了二十年才死 崇祯所面临的条件 至少不至于金宣宗吧 多尔滚的八旗 难道比当年的铁木真的蒙古大军更厉害 遗憾的是 崇祯没有跑路 刚烈地死了 不仅死了 连儿子也没有送出去 继承人也没有指定 对崇祯而言 大明已经亡了 只不指定继承人毫无意义 但是对后来的南明 及华夏抗清大业而言 崇祯的这次失职所造成的后果 是灾难性的 希特勒自杀之前 还指定邓尼茨为继承人呢 大明一次次倒险霉的时候 满清一次次获得神助攻 偶然信也 必然信也 1642年的松井大战 红城筹率领的13万民军几乎全军覆没 宁锦防线不复存在 战后 吴三桂在宁远收罗残兵败将 招募兵勇 整训军队 半年之后 吴三桂便恢复了3万人马 稳住了关宁防线 战后第二年 清主皇太极病逝 满清内部权力格局重新洗牌 暂时停止了对明帝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是明帝国的倒霉并没有因满清的暂时消停而结束 达字不闹了 留贼又猖獗了 红城筹调任继疗总督后 李自成从商洛山中杀出 进入河南 河南是什么地方 革命之花的温室大棚 明末恰处于小冰河期 北方持续多年低温干旱 1637至1643年的崇祯大旱 是一场百年罕见大干旱 河北、山西、陕西、山东连旱五年以上 河南更是连旱七年之久 彼时的河南赤地千里 鸡鸣遍地 人相识的场面处处可见 李自成进入河南 犹如蛟龙入水 闯军一边打土豪斗地主 一边开梁仓镇鸡鸣 鸡鸣如流水一样前来投奔 日夜不绝 李自成很快拥重百万 成为最具实力的农民军首领 而在此之前 李自成无论是从实力 还是从名望上来说 都不及八大王张献忠和曹操罗乳才 1640年正月 李自成攻占洛阳 杀父王朱长巡 朱长巡之子朱尤松坠成逃脱 朱尤松就是后来南明洪光帝 1642年 李自成在三打开封不下的情况下 掘开黄河大堤 以滔滔黄河水冲毁了这座城市 之后又在甲县击败了陕西巡抚孙传亭 1643年 李自成南下占领了湖北襄阳 在湖北北部建立了根据地 1643年8月 在崇祯的催命下 孙传亭再次出兵 同关进攻河南 李自成率领主力 北上迎战孙传亭 第二次甲县之战 孙传亭再次大败 李自成成胜追击 攻占同关 斩杀孙传亭 随后占领陕西 孙传亭不是明帝国 在北方的最后一支战略野战军 孙传亭败亡后 北方局面彻底失控 所以明史称 传亭死而明亡已 1644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 国号大顺 年号永昌 此时 李自成占据了 湖北北部和南中南部 陕西全部 声势大阵 而在西安建政之前 闯军先头部队便进入了山西 并发动了猛烈的宣传攻势 明朝完蛋了 大顺军50万先锋部队 已经打进了山西 我们老大李自 成亲率百万大军 紧随其后 各府县速速来详 否则玉石俱焚 恩威并失 除了军事恐吓之外 闯军也向百姓发出了友好信号 吃他娘 穿他娘 闯王来了不纳凉 这个政策一出 山西百姓确实有了单四湖江 以迎闯军的冲动 明帝国在山西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 正月初三 李自成得到战报 前锋部队进入山西后 所向披靡 各地望风而降 李自成当机立断 决定大举东征 大顺军清朝而出 从羽门渡过黄河 到达平阳金陵坟后 兵分两路 李自成 刘宗敏率主力北上 占领太原大同 然后向东攻取宣服 京居拥关 攻取北京 刘方亮率领另一步 穿过太行山 进入北直立 然后北上占领 针定保定诸府 切断明王朝 南逃之路 同时阻击 南来的秦王之师 除了发动多多逼人的军事进攻之外 李自成还向崇祯皇帝 发起了心理恫吓 正月初九 他派人向明廷 送了一份通牒 说三月十日大顺军将抵达京师 到时候决一死战 崇祯收到李自成的挑战后 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正非王国之君 世事乃王国之相 祖宗之风 目与之天下 一朝失之 江河面目见于地下 大顺军在山西的进军非常顺利 除了在新州 宁武关遭到周域几步激烈抵抗外 整个山西几乎弹指而定 大同总兵江湘不战而降 宣服稍作抵抗后 也投降了大顺军 三月十五日 大顺军抵达居庸关 守军不战而逃 大顺军占领昌平 兵临京师城下 与此同时 刘方亮率领的大顺军 也占领了真定保定等地 切断了明廷南逃的退路 三月十七日 大顺军东路静至高碑殿 西路抵达西直门外 炮轰城墙 十八日 李自成亲自指挥大顺军攻城 京师当晚陷落 崇祯皇帝自以 明帝国在北方的统治宣告结束 崇祯皇帝死的时候 吴三桂正在秦王的路上 四月二十日 吴三桂在丰润经唐山境内 听到京师陷落的消息后 便退回了山海关 全军忘难痛哭 之前 大顺军在山西高歌猛进的时候 崇祯皇帝没有坐以待毙 他做了两件事 一是号召在京的勋贵 及文武大臣书捐捐款 二是命令各地军队 火速进京秦王 让大家捐款 基本上是自找难堪 这些人不挖国家的墙角 已经够仗义了 至于秦王 南方的军队太远 只望不上 最近的援军 只有宁远的吴三桂 山东的刘泽青 以及昌平的唐通 然而 静京秦王并不是一句话的事 对于是否命令吴三桂 放弃宁远入关秦王 明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撕逼 崇祯想放弃宁远命吴三桂秦王 但是他不想承担弃帝的责任 于是命内阁商量决定 内阁也不想踢皇上背黑锅 于是大家一起获悉尼 让崇祯召见吴三桂之父吴香 商量吴三桂入关秦王的可行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会